任真家的饺子店,又被人砸了个稀巴烂 这次来闹事的不是任真堂哥 而是一群催还高利贷的壮汉 见人就打,捡东西就砸 原来,任永庆又背着妻女在外惹事了 他借了四十万的高利贷 一家人砸过卖铁都还不起 任永庆的不靠谱 另有苦中见过不靠谱的父亲 没见过任永庆这样的,可恨又可怜 高考前夕,因为任永庆很晚才从外面醉熏熏地回来 在家里好一番折腾,害得任真没有休息好 高考当天,因为任永庆租了辆豪车送任真去考试 路上出事故,导致任真费尽千辛万苦 才到达考场,紧张地没有考好 报志院时,因为任永庆信了骗子的话 花四万块走后门让女儿进入理想的医科大学 直接给任真选了医科大,导致任真复读二战 若不是任永庆,任真可以上个普通的一本大学 会比复读更保险 就当任真专心沉浸在复读的学业中时 生活又被任永庆搅乱成一团糟 不是放学路上被人围堵 就是饺子垫被砸 这一切,皆因任永庆跟兄弟争老宅闹了矛盾 他们就报复在任真和母亲身上 老人都去世了,兄弟要把房子卖了分家产 任永不同意,就以在老家霸占着房子的方式来对抗他们 任永庆整天就耗在一座老房子上 妻女不管,自己也不工作挣钱 就算有时间,也只会打牌,赌博 任真和任母被任大伟欺负过很多次 任永庆一次也没露过面 放高利贷的人打上门来,任永庆才出现 而任永庆之所以借高利贷 不是为了吃喝嫖赌,而是为了争夺房产 找人和打官司,处处离不开钱 他没办法,只得借高利贷 而任永庆之所以非要争老房子的产权 不只是因为他对从小生活的环境有感情 更是因为他想要为认真留点财产 任永庆一辈子没什么出息 手里也没什么钱 他知道自己对家庭付出的少之又少 所以他才努力跟兄弟征房子 对比有些同学的父亲 任永庆是真的差劲 王放的父亲有钱 高远的父亲有人脉 贾坤的父亲肯努力 只有认真的父亲 一没钱,二没工作 三还不务正业 其实任永庆对认真也有父爱 只是他每次帮助女儿的方式都不对 总是弄巧成捉 不管是报志愿 还是租车 出发点是好的 结果却都是坏的 让人对他失望透顶 哪怕是被妻子赶出家门 被女儿冷眼相待 任永庆依旧惦记着认真 时不时地给他钱 那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不容易 可以说他是个好父亲 任永庆在女儿面前 很卑微 认真没读成大学 他比谁都内疚 他怕女儿不认他这个父亲 像个孩子一样 偷偷地跟在认真上学的路上 让人看着都于心不忍在发脾气 哪怕是因为高利贷仪式 认真彻底不想再搭理父亲 任永庆还是大老远地跑到学校 推着没电的电动车 手都磨得不成样子 就为了给认真送两瓶咖啡 为了看他一眼 好在后来认真知道了父亲的苦衷 任父所做的一切 确实都是为了女儿 不管是征房产 还是借钱 都是为了给认真多留点财产 其实认真家中是有爱的 母亲都要跟父亲离婚了 还是给了任永庆十万块 让他去还债 认真也拿出来了任永庆 停舍给他的钱 经过此事后 任永庆的转变很大 他找了正儿八经的工作 每天开出租车很辛苦 但他乐在其中 终于活出了个样子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 任永庆是没本事 没钱 但他对女儿的爱 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防量父母合不合格的标准 只能由孩子来定 只要认真觉得 任永庆是个好爸爸 那他就是 高远母亲的控制欲 让人窒息 自从高远那次离家出走后 本以为李婷 高远母亲 对这个常年 被他忽略的小儿子 已经转变了态度 直到看到李婷劝退认真 才发现 他根本没有变好 反而比过去 对高远的不管不顾 更让人反感 崔寨那帮人 在饺子电动手时 高远和父亲刚好路过 高复因见义勇为 被推倒在地 手磕破了皮 认真和母亲 事后去高家到了倩和谢 李婷当时没说什么 后来却又找到认真 不由分说就教育他一番 认真跟高远之间 关系是不错 但他们并没有恋爱 更没有影响到学习 而是互相鼓励 互相治愈 一起努力 一起进步 这是好事 李婷却认为 是认真影响到了高远的学习和前途 高远撒谎去招飞体检 那是因为父母不同意高远当飞行员 不关心高远想要什么 只是一心让他继承一波去学医 也好给他们长脸 李婷居高临下 高人一等的说话方式 让人很格硬 他都不了解认真 就对认真指手画脚的 专戳认真的痛处 不管是认真的学习压力 还是认母的辛苦 这都轮不到李婷来强调 认真比谁都清楚 他也一直在努力 更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事 而影响到高远 反之 若不是因为有认真和好男 有他们对高远的开解 鼓励 高远还沉浸在痛苦的阴影 没走出来 自从高远的哥哥去世后 高远就一直过得不快乐 失魂落魄 这不仅因为高远对哥哥的伤心 内疚 还因母亲对他的责怪 忽略 李婷一直都偏心大儿子 在他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接受不了丧子之痛 打心里是怪罪高远的 也没拿他当孩子看待 李婷只顾自己的伤痛 根本没考虑过高远的感受 只有一次对高远的关心 是客厅里着火 高远灭火时 李婷喊他离开 可那也并不是对高远的在乎 而是他把高远当作了高峰 高远离家出走后 李婷才醒过来 意识到自己还有个儿子需要他 终于开始照顾 关心高远了 这时的高远 就像是哥哥的替代品一样 李婷让他考医学院 让他继续做哥哥没有做完的事 高峰是喜欢医学 才学医做医生的 但高远至不在此 可惜李婷从没在考虑他想要什么 这根本就不是爱 而是一种让人窒息的控制欲 就像吴凯的妈妈那样 因为丈夫是学画画的 抛弃了他们母子 她便也坚决不允许吴凯学画画 吴凯有画画的天赋 也只对画画感兴趣 都是偷偷地画 吴母只要一发现 儿子又画画了 她就歇斯底里的 极为恐怖 吴母想让儿子跟他一样 学会计 还责怪好男不配合他 指责好老师 不应该支持吴凯学画画 吴凯爱画画如生命 为了画本 她被人羞辱被人打 还跑到河里 不顾自己的安危 经过此事和好老师的开导 她也支持了吴凯 跟吴母相比 李婷的思想更顽固 很难说服她去支持高远的选择 跟高远相比 认真是真的幸福 虽然家里穷了点 虽然父母都是普通人 但他们都无条件地支持认真的选择 有个懂你 陪你 能听进去你的话 支持你 不扫兴的父母 是为人子女最大的幸运 这种爱 胜过世间的一切